像审广告一样审求婚词 你找我啥事儿 小孩你来了 是这样 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个求婚词呗 我这不是看你在大平台做审核的吗 对文字比较敏感 你帮我把把关 行行行是行 但是我在平台主要是做那个广告审核的 这不差不多吗 你就帮我看看呗 那行吧 那我开始念了哈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完全被你吸引大断一下 就是完全这个词 在我们平台 就是太绝对了 这个词 它有一定的夸大的嫌疑 我建议最好把它删掉 然后改成一个比较严谨的词 好好好 我记一下 我继续 我曾经历过一段糟糕的感情 是你让我明白 好的感情是怎样的美好 不好 这属于拉踩别的产品 拉踩别的感情 这个在我们这也是不允许的 就是你在对待别的感情的这个评价上面 也要有尊重 你是一个心思细腻 敏感的女孩子 敏感不能说 换成冥命 你治愈了我的人生 治愈不行啊 这个属医疗繁处 是要提交资质的 了解了 小小那继续啊 我希望我们的未来 就像你最喜欢的那一部电影 在这里提其他的电影 有点涉嫌倒流了 删掉吧 好好 你是全世界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人 全世界这个词啊 太大了 你没有调研过世界上的其他人吧 对吧 这肯定是不行 然后唯一这个词呢 太绝对了 你能保证你这之后不出现第二个吗 是吧 得严谨一点 我先继续吧 婚后我的每一分钱都将不建议说 换成名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永远不行 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最不行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此事敏感词不建议提 如果一定要提的话 建议换成一个比较为外的说法 不然会被屏蔽的 没烂的说法 那我继续啊 如果有一天 给 谢谢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在一定程度上被你吸引了 我们都经历过其他感情 每段感情都各有前秋 你是一个心思细腻 明明的女孩 在我个人目前所认识的有限的人里 你是少数我想共度余生的人 婚后我的每一分米都交给你保管 我想和你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让你成为相对幸福的人 直到BBQ把我们分开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什么意思呀 我再念一遍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听不懂 真听不懂 听不懂 来我来跟你说说 我跟你说说啊 一定程度嘛 对吧 就是 就是你 不一定是 就完全